大家好,今天我们从公宝田开始聊 公宝田呢,应该是传武大师里面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物 他能让圈外的人知道呢,主要是因为王家卫的电影 一代宗师,里面的公宝生,原型就是公宝田 他边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去中国之网看一下 中国之网收录的关于霍元甲的文章 有22页之多,有400多篇文章 我上期讲的传武故事大王,吕子健 之网收录关于他的文章也有40多篇 而中国之网收录的关于公宝田的文章只有8篇 其中有一半都是一代宗师上映之后才发表的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位边缘的传武大师呢? 那是因为他吹的流逼实在太假 但是却有人坚信不疑,并跑到我的频道留言 叫我去了解一下这一只给清朝皇帝当贴身护卫的八卦长传人 那我们就去之网随便找一篇文章 看一下公宝田吹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流逼 在这篇公宝田对武术的传承和推动的文章中介绍到 公宝田13岁跟着尹福学习八卦长 当时就得到了时任清朝大类武林总管的董海川的看重 在跟随尹福学了武连八卦长之后 董海川便把他带到了宫中 继续跟随自己学习八卦长 随后被光绪皇帝看重 封了饰品带刀护卫 成为清朝最后一位武术大类总管 这种充满了说书先生风格的故事 但凡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信 首先清朝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武林大类总管这个职务 这种职务只能存在于说书先生的话本里 其次 董海川是留有穆字名的 他的穆字名上写道 不亦中年岛司马公之故则 尽从宦官 改立树底 意思就是说 董海川到了中年 就到了肃清王府当太监 至于他是自己淹的还是被别人淹的 这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董海川为什么到了中年才淹了自己 他的后人是这么解释的 说董海川念八卦长的时候 经常会磨蹭裆部 引起骚动 所以他干脆就把自己淹了 以便更好的练功 不知道是金庸先生参考这个传说 写出了东方不败 还是董海川的后人 根据东方不败编出了这个传说 总之 不管怎么样 董海川自己的穆字名已经表明了 他是在肃清王府当太监的 根本不可能带着公宝田到皇宫内去练习八卦长 其实就算董海川是皇宫的太监 也不可能带公宝田到宫里 因为皇宫不是菜市场 不是你一个太监 想领谁进去 谁就进去的 最后最搞笑的就是公宝田这个所谓的饰品带刀护卫 这明显是受到了三峡武艺 斩召受风 御前饰品带刀护卫 所编出来的地摊文学 清朝的侍卫分为四等 分别是一等侍卫 二等侍卫 三等侍卫 和最低等的南领侍卫 其中二等侍卫就是正式品的官职 汉人要得到这个官职 必须通过五举获得前三甲 才有资格去担任这个二等侍卫 只有满人侯爵家的孩子 才有资格被恩赏 成为二等侍卫 像大家都知道的大贪官和尚 他的父亲是福建的副都头 所以他就只能被授予三等侍卫 公宝田一个汉人 又没参加过五举 光绪皇帝怎么可能给他授予那么高的五职 至于公宝田的徒子徒孙 所吹嘘的公宝田 在二十步的距离之内 躲开了张作霖开枪的子弹 当着许世友的面 把绿豆用手捏成了豆粉 这些都当笑话看吧 人真要能夺子弹 义和团早就把八国联军赶出中国了 至于和许世友的交往 自从许世友将军去世之后 只要在他活动范围内 生活过的传武大师 都喜欢吹跟许将军有交往 这跟民国的传武大师 总随他们在清朝多流逼 给王爷交过权 给皇帝当过侍卫 是一样的 因为吹当下 总有被揭穿的风险 吹前朝 吹死人 人家不会反驳吗 特别是公宝田 这种比较边缘化的传武大师 他们可以吹得更大 因为他们受众范围更小 可以关起门来吹流逼 比如公宝田的维基百科词条上 就写到1922年 张作霖邀邀请公宝田 去担任凤军东山省巡岳使 张作霖1918年7月 才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 任命为东山省巡岳使 1922年 他就把这个位置让给公宝田 是什么样的老子 才能吹出这样的流逼啊 又是什么样的老子 才能相信这样的流逼啊 所以我觉得 很大一部分的传武拥护者 根本不具备 最基本的史料鉴别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 他们经常试图用一些科学的说法 去解释一些不科学的事情 当发现科学无法解释的时候 他们会给这些事情 披上爱国的外衣 在他们看来 这样事情就科学了 那如果有少数人反对这种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正确的表达 你们的这种 这种诉求 可以 但是就一句 我爱国无罪 这就是大多数传武拥护者的逻辑来源 爱国是我主观定义的 传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支持传统文化 就是爱国 你说传武大师是假的 哪怕你再有证据 都是侮辱中国文化 你就是不爱国 这个逻辑的强盗之处就在于 爱不爱国 是由他自己来主观定义的 因为是主观定义 所以就没有什么客观的对错 只要不符合他的心意 他可以马上帮你戴上 卖国恨国党的帽子 这大概也是新中国 50多年前 形成的传统文化吧 你永远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那一小拙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打开小铃铛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